俄乎戰事自2月24日開始 至近近7個月 俄羅斯總統普京 9月21日發表講話 宣布在俄羅斯展開局部動員 並且已簽傳命令 普京在講話中說到 打擊烏克蘭納粹分子 需要特別軍事行動 並批評西方正是司徒摧毀俄羅斯 說西方開始核同客 威脅對俄羅斯使用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俄羅斯將會使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 他說俄羅斯正是阻止 那些尋求統治世界的人 而俄羅斯防長之後說到 會動員30萬名預備役的公民